唯美沙发床系吴思贤有备而来,害羞秀保险套勾中摇 三例,东森周五怀剧资的时代的最速配子弟恋中摇,吴思贤,小月,一稳定情后,子弟恋的各种难题接踵而至, 从约会的第一餐两人就因为经济问题出现摩擦,中摇坚持自己赚比较多要付钱,而吴思贤,小月,觉得自己即使收入不如女友,但身为男人付钱断就天经地义,这段争吵也让网友觉得,好像有点大男人主义。 但吴思贤,小月,听到后为自己鸣不平,我觉得这不算大男人主义,只是比较传统,但私下自己觉得男女要平等,互相才最重要。 这对子弟恋面临的课题,也让许多谈过子弟恋的观众心有欺欺焉。 中摇小月的感情虽然出现磨合期,但两人既甜蜜亲吻后,也在网友强烈敲碗下,终于发展到沙发晚床戏的阶段。 而这除了是吴思贤,小月,在《资的时代》中的第二拖,更是她第一次在拍戏现场拿住保险套和女主角对戏,这让吴思贤,小月,整个人都坐立满安,直呼,好尴尬。 相较于小乐的害羞与尴尬,中摇显得洛洛大方,对于导演的指令笔落未扭捏。 虽然这一场床戏拍的计为没有清新,但中摇与小月也卖了关子说,这场床戏将为这段子弟恋的后续发展带来关键的影响。 《资的时代》近期最受网友热烈讨论的就是中摇与吴思贤,小月,因为吃饭与房租水付钱这些问题而产生了冷战,不少观众说吴思贤,小月,这个超萌小男友原来也有大男人的一面。 吴思贤,小月,说出去吃饭男生付钱没问题,但男人付钱的观念好像已经太过传统,或许互相理尚往来也不错。 戏里戏外都是独立女性的中摇则回应,会让对方负,不破坏男方的自尊,但是我会不回来,不占男生便宜。 中摇还说,其实只要是在尊重的前提下,男生偶尔大男人一点是好的,因为没有哪个女生能适事无敌。 他也笑说,我也还在学习不要太大女人啦。 谈到双方的冷战经验,中摇说,我很理性也不会大吵,所以吵架都是冷战居多,大部分都是对事情的观点没有共识。 吴思贤,小月,说自己我不爱冷战,通常是很冷静一下之后就去找对方直接说清楚,但偶尔也会遇到为了对错争执不下的时候。 小时候比较容易跟另一半吵架,甚至没等到有一方就是先低头认错才收场。 但他也搞笑的说,现在想起来好像都是蛮无聊的小事。 дост legends 一集 讨犍 一集 早安 毋 走 пожалуйста 别